這個影片來打一下7-1的雪人7-3 你會誤以為說這是第二章的雪人 其實這不是 這是第七章的7-3的雪人 然後他的玩法是說 他會撞你 他一直撞的時候你會被冰起來 然後你必須透過被撞 然後再來 看到他撞完你之後他會變得很脆弱 然後你就補一刀這個 補一刀劈砍他就暈了 馬上就暈了 所以這是一個套路 然後再來第二回的攻擊就是 你要透過一個槍破防 然後再搭配這一隻霹靂帕 去做那個練球 衝過去把他甩一下他就破防了 破防之後他再補一個暈 他再補那個暈之後你又可以再接招 所以第一個 這一隻武器的劈砍 第二招這個劈砍 是要讓他撞完你 他會呈現一個紅色臉的狀態 你才可以劈砍 然後第二組攻擊就是這一個 槍跟霹靂帕這一個 你就可以去做 一組 這兩個是一組的 槍跟霹靂帕是一組 破防之後再透過他再破防 然後他會立刻再補一招讓他暈喔 那我們來打一下 啊因為這一隻王會 他會衝撞你會扣你血 所以你一定要被他撞 然後在這種一定要被撞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去補血 所以回血是很重要的 所以第二招一定要留著 等一下他會把你冰起來 啊你不用擔心 你就給他撞 他要來囉 這時候他會呈現紅臉 你做一個劈砍 就可以把他帶上來 像這樣 然後你準備留第二個 槍 破防 等一下也可以再接第二次 然後霹靂帕再放一招 再破防 就可以再接了 啊他如果不打你也不要打 你就不要打了 你就不要打了 你就讓他撞 你就讓他撞 這樣子 這樣OK 他撞了 撞 好 劈砍 接 帶上去 然後準備槍要破防了喔 準備槍要破防 破防 然後霹靂帕會補一個暈眩 再帶一次 來再給他倒 再破防 再破防一次 霹靂帕會再接一次 他如果不接你就不要理他了 所以重點就是霹靂帕跟槍是一組的 然後你要讓他撞倒之後那個劈砍是一組的 這就是這一隻 雪怪的 雪怪的 S級套路